陈老师 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您说 我们听 大家好 过去我有一个标签 叫网红书记 2011年10月 我被调到湖北省巴东县 任县委书记 巴东是国家级深度贫困县 我到任的第七天 网上就出来一篇 致巴东新任县委书记公开信 洋洋五千言 自立行间满是悲愤暴力挖苦 我知道 这个县委书记不好干 当天深夜 我在网上实名公开回复了他 鼓励他多提意见 并留下了我的个人邮箱 从第二天开始 每天晚上打开邮箱 都有超过50缝的 巴东老百姓的邮件 扑面而来 我都一一回复 我的网红生涯 就是这么被迫开始的 在巴东的前一年半时间 光是大规模的群众集体上访 我就接待过30批 最多的时候 近200个老百姓把我团团围住 虽然有些问题 我一时也解决不了 但是 我肯定不会逃避 我不逃避 与群众的对峙 更加不逃避 与腐败分子的对峙 在我直接指挥的 全线的反腐斗争中 抓捕的官员和不乏商人 就是87个 其中局长9人 直接牵出的县领导五个 包括了县长 县委副书记等重要官员 有人说 我是在借反腐 借私分 我都是这个地方的一把手了 我能有什么私分 我有的是公分 是代表50万老百姓的公分 这些工作呢 其实都是一个 党员干部的分类事 但是接下来呢 我做了一些出格的事 就让我成了真的网红 为了发展巴东的旅游业 我想把巴东的好山好水 拍成MV推广出去 邀请知名的歌手 来唱献歌 四分钟 开价二十万 我觉得太高了 让旅游局去砍价 砍不下来 我说要不 我自己来唱吧 结果 我唱的MV 一放到网上去 一个晚上的点击量 15.5万次 我还直播从3000米高空跳伞 引南了很多媒体的围观 也着实把我巴东的好山好水 好好地宣传了一把 一段没传说 我只想够 转眼 到了2016年 我的五年任期届满 教完答卷 我也已经45岁了 足球场上 以45分钟分为上下半场 我的人生上半场 是一个干净的 守得住底线的官员 虽然舍不得离开我的巴东 但是人生下半场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必须去做 这件事情 跟我的干儿子有关 我到巴东之初 曾经号召全县干部结穷亲 我带头 与一个艾滋病患儿 小航结为亲戚 他当时八岁多 他的母亲 就是艾滋病去世的 我去看他的时候 他已经病症发作 满头满脸 都是跑着 他奶奶 指着门外不远处的坟 对我说 自从孩子的妈妈 因为艾滋病去世之后 家里就再也没有 亲戚来走动过 村里人都像躲温狱一样 即使从家门口过 也都绕着走 家里没有钱给孩子治病 就更别说送孩子上学了 奶奶说 这个孩子白天就跟着我下地 晚上我给他洗 他跟着我睡 这一事 他投胎变成了人 我也对得起他了 奶奶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 他酷高的眼中 没有一滴眼泪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绝望 绝望到连悲伤 对他们那时候 都是一种奢侈的情感 我告诉奶奶 只要她还在 只要我还在 这个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我会帮助你们的 回来之后 我马上安排县医院 抓紧对小航的治疗 同时联系了 乡里小学的校长 让他们接受小航去念书 可是没过多久 校长就给我打了电话 带着哭腔 陈书记 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只要这个孩子一到学校 其他的家长们 都要跑到学校来闹 家长们说 万一这孩子 把我的孩子抓出血了怎么办 你们是不是跟我的孩子 打包票 你们是不是跟我孩子 买保险 面对一连串的问题 学校根本毫无招架之力 我跟校长说 你把这些家长都请来 我来亲自跟这些家长们座谈 叫了很多次 没有一个家长来 面对偏见和歧视 我素手无策 堂堂的县委书记 三千多平方公里的 一草一木 五十万老百姓的吃和拉萨 都给我管 可是我自己的干儿子 他上不了学 我管不了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不久后我知道了 有一种专门的公益学校 就专门的接受艾滋病孩子 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了 公益这两个字的全部内涵 在几个公益界朋友的帮助下 我把干儿子送到了云南 边治病边上学 他得到了救治 全身的跑诊消失了 现在身体学习都很好 帮助校航的过程 也让我看到了公益的力量 是一股给弱势群体 带了阳光的力量 这也坚定了 我未来要走的路 所以在反复的考虑之后 我在已经公事提拔的情况下 选择持续公职 投身公益 我创办了深圳市 恒徽儿童公益基金会 和我的公益伙伴 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的 刘正琛一起 发起了恋爱功臣 专注于儿童癌症的大病救助 两年多时间 我们做了不少的事情 我们在全国13个省市 开办了32间病房学校 累计服务的人次达到了11万 我们想帮助更多的患病儿童 让他们免受贫病的折磨 今天的我 不再是一个网红书记 我是一名草根公益人 我希望和我的公益伙伴们一起 把公益的温暖 转换成光明 去照亮那些弱势者的前行之怒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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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